熱血製造最強頻度 PassionTimes.hk 首先那個問題就是監管問題 我就說拿到A牌四隻狗 但其實實質上有多少隻你不知道 因為剛才也說過 在那個監管上是有一個非常困難 不如你不拿審查令 你不能夠入屋去檢查那個情況 但所謂的預約審查就是 它跟你約定一個時間 那你一定是 那個時間會收拾好所有東西 收拾好所有東西就不走 又或者是把狗搬到旁邊的房子 那就可以蒙混過關 它說得很理想 要限一些人 甚至乎它是說要求 如果真的通過之後 會叫那些刑版這些大正常的人 去自行去憑良心自行 對 讓他們自己填滿一張表畫 讓他們聽到這個情況 對 我想得很詳細 一定會有狗的 要求那些範圍牆的人 每天要帶那些狗去殺 做運動一個小時 這樣 要清理好一些工具 要餵多少東西吃 什麼時候都要賣定數 給他們檢查 那這些數可以 他上來之前自己做也不可以 是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指導 他監獄得到 所以他講到說 放心如果他這樣的話 他就是偽造文件 那就是大罪很多 他們都要捉 因為你都不能夠去 檢視到他實際那個 那個場地的情況 就不能夠說他在偽造這些文件 還有呢 其實他也是在說 他如果沒有經 還有就是 我們就是 撇除了空間那些問題 其實你私人藍籍呢 是 是會 令到那些 動物呢 是 因為現在一三狗 主要是針對狗隻 其實他們都會出現一些 就是 互亂配種的問題 是的 是的 其實你 都預計得到 到時候 你 現在的牌子是幾千元一個 那你基本上你 一定會鼓勵很多人去加入這個肯定的行列 那到時候都是 因為有利可途 對 有隻狗都不生仔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肯指甲去拿牌 那你賣一隻有幾千元 為什麼不賣一下呢 那那時候你一定會競爭大了的時候 一定會 配一些加特的民眾去賣 譬如我們之前都收了一些求助案 有些 長豪 長豪 狗狗拿牆 等等 就是很多這些問題 那這些 就是 互亂配種的問題 是會 就是 產生 就是 令到一些 可能身體健康有問題 或者有遺傳問題的 毒物 是 因此而 被 遺棄 因為 如果 真的 因為 互亂配種 而出現一些有問題的 毒物 那它是賣不出的 那它唯一的處理方法 就是 也是 遺棄它 又是 最最初的問題的原點 就是 製造更多的流浪毒物 但是 如果 例如 我家裡流行一些很小種的狗 那你買 你生一隻 不夠小 大 重點 大大尺寸 那你怎樣 那些 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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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商品 或者 他們 因為 因為 低價 大尺寸 也就是 有 量度毀滅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因為 對於如果真的想 藉著去經營這些 辦藉場的 商人來說 就是他們的目的 都是 因為有你 我都想賺錢 那他們 很自然就會 視那些 的毒物 為商品 他們不會 真的當他們 是一個生命 要好珍惜他們 是會 就是逼他們 一來逼他們 不停的生產 以待就是說 那個 下了一場的環境 必然是會 因此而變得很惡劣 那 也都是 如果真的生產出來 是有問題 有健康問題的 動物 他們 想一下 怎會 例如再加些錢去醫 他們不會的 最終的就是 為了他們 然後呢 就是 產生更多的流浪動物 那 跟著又去那些問題 是怎樣 因為有一些流浪動物呢 就會 他們在街頭 有機會 遇到一些 可能被讓代的 國安 那 所以我們 其實 早兩天呢 就去了 立法會的公平會那裡 就是分別 做著以上的這些問題呢 是去針對139B的修訂 是 作出了一些 意見 我們是 與公民和與貓民 都是 反對政府 是要 通過這個139B 那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所謂的法庭制度 根本就是 是 認同虛切 嗯 還有 他 當中就是 會 如果通過了之後呢 其實有很多人就會覺得 噢 那現在 一旦通過之後 很多現有的一些 私人藍籍牆 就會變了 有牌 那很多人覺得 有牌 即是合法 即是已經受到監管 但是其實這一個 只不過是 一個 自欺欺人的 其實 真的猜不到 都是那個 其實那件事 沒有變過 但是 有些地方 就是 因為你 其實你現在 你 都叫做私人藍籍 很多人都是 偷偷摸摸地做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是 不對的 應該去做 但是你 那些大頭去 發牌給這些做 把這件事去 合法化 大家可以光明正下做 這件事 即是其實是鼓勵了 購買的風氣 而我們 是希望 我們的意見是相反 我們是希望 鼓勵大家 如果你真是外活動物 希望自養的話 是用領養的方式 代替購買 因為 你想想 如果你本來你有能力 去自養一隻動物 那你選擇購買的話 其實 在街上流浪的動物 適合被領養的動物 其實 它就少了一個 被領養的機會 那所以呢 我們 就 就著這些問題 我們必須要 堅決反對 立法會 那裡 討論 139b 那除此之外 我們 如果真的在街上 遇到一些 流浪動物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 對待他們 怎樣去處理他們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 都是鼓勵去 保持他們 但是盡量 雖然 我們是一起去生活的空間 你看到有些貓狗 或者很可愛 但是 這個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不安全 有線 的城市 那如果你 和貓 玩得很麻煩 他們對人 有些 沒有了戒心的時候 那當他們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走 所以我們 平時在街上 有時候 有些 有些人去餵 一些流浪貓狗 他們會擠下了 食物 水 之後呢 就 走開了 讓他們 自己過來 吃完之後 都會保持它 因為如果 一看到人 就覺得 看到人 就會有 有東西吃的話 他就會對人 沒有了戒心 一看到人 就會立刻黏在他 如果不幸遇到 壞人 可能被捉了 去賣 或者讓待他們 對 那 除了 要保持這個距離之外 如果真的 遇到一些 在街上 看到一隻貓 很黏我 好像想跟我回家 我真的有個心想 去 去那裡 去領養他 對 如果有這些情況 應該 應該 要有些什麼 準備 那 我們 建議他 一定要裝窗網 如果你是 養貓的話 如果狗的話 你要考慮一下自己的 其實狗狗也是 你養一個草物的時候 首先要考慮你自己的生活 生活是不可以 適合 例如你佛工的 可能工作時間很長 那你怎樣去帶狗的散步 這些 不要小看這些狀況 因為 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我剛才都說過 我們 可能本身你的生活 到很忙 都沒有 多餘空餘的時間 其實在香港 真的查一下 還有功課 要養這些動物 要花多少時間 因為我們 之前有個個案 就是 它要遺棄的動物 原因就是 它一買 買了兩隻狗回來 很能力的照顧 對 如果兩個月之後 我發現我不行 初一次 這麼麻煩 花多少時間 花多少時間 我真的不行 所以 你養之前 要考慮清楚 所以 甚至乎 你整個人生的安排 你都可能要想一下 因為 一隻動物 其實 貓狗也有十幾年病 即是 你不可能 你中途養了幾年之後 哎呀我可能要生 又為了 他又要回到街頭 是啊 你到時 他已經沒有了 適應街頭的生活能力 即是 你經常已經判過死刑 所以 你 譬如 你都預知 你自己會生小朋友 那 你就要考慮這些問題 所以 其實 你判斷 你去 可能 去撿一些 流浪 貓狗去養 都要 你判斷他本身 是不是 已經是飾驗了 那個 在街頭 自己流浪 生存的那個能力 因為 譬如我 我看到現在很多 就是 即是 原本可能已經是 成年的貓狗 已經習慣了 在街頭那裡的生活 其實 那些就不太適合 去 去 去領養 即是他 帶他回家 其實 其實我覺得 這個 其實我本身 或者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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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不是很贊成的 但是 為什麼 我們都要去 鼓勵一些人去領養 因為 這個城市 事實上 是不適合他們的生活 就是 說他們 所謂的飾驗了街頭的 其實 因為 很多人 我們在這裡 很多 我們在這裡 很多人 跟我們去討論 說 這些動物是天生天養的 你 可以 可以 但是 這個不是森林 我們 是一個城市 那些 野食 哪裡來的 水 很多不是吃藍沙 有時候 是很多 我們在深培里本場 三樓住肉的時候 有些貓 是長年想一些 車 他在車房住的 生活的 那些車房流出來都污水 他就是喝那些 喝那些 吃的時候 吃那些 垃圾 但是 變成 你一般 你可以有數計 一般 在街 的 貓 你的 壽命 平均 三年左右 但是 如果你在家裡 可以養到二十年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 我們都鼓勵 去養不養 那些動物 但是你也要看 你會否適合 還有 實際上 動物的性格 正正都是 適合他自養 對 但是 所以你看回有些人 他不介意那隻貓 不管牠 有些是養了十幾年 都是不黏你的 自己在那裡 害怕 十幾年 你看回你自己是否 適合 還有 現在很多情況 就是 看到很多 剛剛出生的 那些貓貓狗狗 因為 小小的 寶寶特別 會 土人歡喜 特別 為止 我很想帶他們回家 其實遇到這一些情況 你都要考慮 你自己是否跟 有什麼時間 和能力 去照顧他們 尤其是 貓BB 狗BB 你要每隔幾個小時 糊 intersection 因為即是變成如果你本身 即是不要說你特別大忙 你要每隔幾個中奏做得好 不止譬如你餵奶的時候 你不懂餵就會有窒息 所以其實我們都經常遇到這些人 誒 我撿到一隻媽嬰兒 怎麼辦呢 其實你... 我們講回吧 首先如果你在街上真的看到那些媽嬰兒 你判斷他應該教他的時候 你首先要看他有幾隻 如果你有幾隻在那裡的話 你就可以走到一邊 看看那隻媽媽媽會走開了 明白 不用馬上去救他 去撿他 如果牠只有一隻的話 那你可以... 可以真的想想是不是應該救他 因為很多時候只有一隻的話 可能就是媽媽媽見過虛弱 這樣就放棄了牠 所以才有一隻 所以才有一隻 因為那隻貓呢 通常牠都有四五隻寶寶的 明白明白 明白 所以... 那之後你教他回來的時候 首先你要看一下 可能你上網去學校 或者去找一些貓的page 看看應該怎樣照顧牠 還有... 通常可能...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 愛心爆棚的表現 可能你本身自己家裡都有養開動畫 那都要留意就是... 你突然在街上撿一些回去 可能牠們會有一些全面病的交叉感染 要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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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養開其實我都... 有些信心的 可能我... 我覺得是有些... 如果是... 沒有接觸到動物的 或者看到一隻... 很可愛 很可憐 很可憐 這樣就要... 做些準備功夫才好 真的上網找一下資料 問一下人去怎樣去處理 但是其實又不是真的很難學的 但是要花心機和時間去解解一下才好 是... 如果真的... 譬如有些... 啊... 看到一隻貓BB 狗BB 因為那些是我覺得 可能是... 它沒有能力在那個... 街頭上生存 但是... 我沒有再能力將牠帶回到家去... 去... 我又找不到朋友去修養他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選擇報警 或者是找這個所謂的哀哄動物協會 那其實這個動作是會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去媽媽是很不鼓勵別人去找哀哄動物協會的 如果你真的找 其實你上網很多譬如Tita爸爸養貓 例如類似這個項目 其實裏面有很多義工和有經驗照顧貓的人 可以找牠們補助 或者如果真的找到方法 你可以找我們醫院貓物 PM 醫院時報 去沉合協助或者議員 因為很多時候去過澳湖和協會這些組織 基本上是狗死一生的動物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我也聽過很多 愛護動物協會的名稱是愛護動物協會 但其實牠會是人道毀滅很多的 那個數目是挺誇張的 是挺誇張的 那實質素前我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牠那個運作其實都是受一些資助 其實牠的年報是刊登的 譬如我上年2015年籌到1億 那牠會的動物協會 那牠湧在動物協會的資源 大概一成都不夠 所以牠是沒有什麼資源到動物協會的 那很多時候牠們就… 譬如有隻貓給牠 那牠就很多時候會… 原因都是說… 那隻貓可能怕人 對 就是… 適合領養 或者可能健康又不好 或者牠們已經接收了很多了 其實牠們處理不了了 那牠就不要這樣說 就去找一些… 不夠不夠人手去照顧 或者是… 通常都說牠餓 隻貓不能吸引人 但其實… 有什麼正常的動物 對著這個陌生人是會害怕的 牠們觀察那個時間之外 還有很多時候有一個謠傳 就是四人就會把牠們毀滅 就是如果… 沒有人去… 領養或者… 但是其實這個是一個… 假消息來的 因為我們… 之前問過牠們一些… 偶道協會的人士 去了解財政 那牠們就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謠傳來的 牠們說 只要牠們覺得有需要 一個小時都可以拍 立刻拍都可以的 立刻在人道外面都可以的 那所以… 說四人這個是一個… 給牠們一個舒緩 可能或者牠們完全留意 明白 所以如果真的在街上遇到 就… 應該… 應該怎麼做呢 應該真的找回一些耳工或者自己… 對 自己上網 因為現在… 上網很方便 可以找到很多… 很多人去幫忙 對… 對著… 對著… 對著那個麥克風… 那裡… 還有一個… 難品 好像你們幾乎 一年多 我… 因為我每天都去那裡做網領 喔… 但是我沒手提電話 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東西呢 就拿了一些叉 一隻手握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呢 應該有報紙抹過 那他不斷地拆 不斷追著拆 但是拿… 追到那個… 那幾隻東西呢 走到… 就是… 亡命這樣走 那些國家很難過 很慘喔 那… 但沒辦法 我… 我… 都沒有手提電話 我又不夠敢 按一句 是呀… 阿哥哥仔你不要搞 不如他連我都拆了 那… 那… 為什麼肯定沒有人去巡… 這個… 巡…巡…巡… 巡…巡… 都有這些人的 是… 其實我們剛剛… 我們開台呢 就正正是有講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為什麼今天會選來到華季社區會堂 去講呢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知道… 附近有這些個案 還有… 即情是… 是的 就是火燒烤叉去攻擊那些… 事也有的啦 這個… 因為我經常都想去上面 解釋 明白… 因為其實… 呃… 即是… 我們當然如果… 我們看到呢 就馬上會被他阻止 但是如果… 我們覺得… 可能… 你出聲 他可能不知道會不會… 騷擾你 攻擊你 我們明白這個反省 是… 可能你要… 即是… 可以的話 多找幾個街坊一起去… 即是… 人多些… 不是呀… 那些人很怕事呀 見到那些情形快點走 走呀… 是呀… 因為可能怕他… 精神有問題那些 是呀… 沒錯啦… 那… 我們會… 即是… 跟本地那一方面去… 反應它 多些… 巡查一下 那裡有人巡視呀 成世都沒有人巡視 呃… 其實這個… 呃… 很多毒物義工也都有… 呃… 留意到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 我們… 我們… 有幫忙去… 呃… 即是嘗試去組織一些義工去… 看看怎樣去幫好這件事 那…但是… 很多… 很多時候… 她是… 可以怎樣做呢 呃… 可以怎樣做呢 那…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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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她… 報到她… 沒有電話… 就是… 呃… 呃… 那些警察去… 去… 去面對… 要… 因為這是他們的職責 那些人走得快… 那些人走得差… 那些人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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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走得那麼快… 年輕的嘛… 那些人走得… 她已經怕… 當然怕她走得很快… 那些人走得… 會死吧… 嘩… 真是… 更慘耶… 我們這個華碧村… 那個樓梯… 那樓梯在那樓梯掛著… 真是… 啊… 我現在都不敢走那條路 是啊 明白 心理威脅 所以香港是一個養貓城市 不是啦 經常說那些什麼 自然自然自然什麼 人家都沒有理會這些東西 其實動物當然是有生命的 這麼陰高 它已經都沒有人理會了 財街賺食 正如你剛才說 喝車和水 吃些垃圾 真的很可憐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做這個講座的目的 就是想 講了很久了 講多一些信息給街坊聽 讓他們知道 剛才坐車走過 好像有話說過 讓他們知道 如果面對這些情況 他們應該怎樣去做 因為我們之前 其實香港人很多都很有同情心 不是啦 很難的 是呀 真的 真的 自己也沒有本事 有本事見到他有留留 就把他捕回去養去 明白明白 我們都 很難的 正如今天不是聽你們這麼說 都不知道真的養動物這麼默行 真的 是呀 正如養小孩 你說一招餵幾次 你就說 是啊 每隔幾個小時就餵一次 是呀 自己都不能餵 是呀 其實婆婆一進來就已經想走 因為很冷 是呀 辛苦了 下次你跟我們說 我們 就是給你披肩 我袋裡有披肩 不妨不妨 對 我們都差不多了 我們還有一些傳單在這裡 我們 拿一個去給我看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是熱血公文靜的 他是熱血貓文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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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都會 就是繼續關注這些 就是動物保護議題 比如 其實我們 婆婆遲了一天 他最初呢 要去包吻阿窗 他都有說 是呀 是呀 就是他包吻其中一個工作 就是 我們現在不斷地會去 可能做一些講座 或者透過其他的方式去宣傳這些 一些教育 是呀 好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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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 差不多時間結束 我們為了 拍一張照片 謝謝 婆婆快點出去 我們碰身 謝謝 拜拜 好了 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 分享 完畢 多謝大家參與 多謝各位 拜拜